youtube 双双 你再笑什么了 怎么那么开心 没有啊 有一个名字 我听到了时候快笑死了 真的假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自己的名字 因为你姓毛 然後名字是 加蟲前的蟲 毛毛蟲 毛毛蟲 就好像是 毛毛蟲 毛毛蟲有什麼好笑的 你姓胡 胡說八道的胡 然後蝶 跌倒的蝶 蝴蝶才好笑 蝴蝶還會跌倒 蝴蝶不會飛 只會跌倒 你蝴蝶還不是毛毛蟲變的 有什麼好笑的 好嘛 那到底是什麼名字那麼好笑 太好笑 你知道嗎 我們隔壁有一個姦媽媽 然後姦媽媽已經生了六個女兒了 對 她一直想要生一個男的 因為在生一個女的家裡 就變七仙女 她就變 對啦 結果她就想說一定要生 上個月終於生一個男的了 這樣終於有一個男的很棒啊 怎麼會好笑 不是 她這個難得真的是很難得 所以姦爸爸跟姦媽媽 就非常的疼她 就想說要給她取一個 非常好的名字 要讓她大富大貴嘛 那因為他們家的小孩 都是排那個道自備的 就道德的道嘛 然後呢 那個因為姦媽 她們特別請了一個算命 幫她算就是什麼 排五行八卦 還有什麼那個紫薇斗樹 還有天干地支 天格地格 人格什麼的 那這樣子用算命的 算出來的名字 應該很棒啊 怎麼會好笑呢 很棒啊 很棒啊 因為她給她算了什麼 最後什麼天干地支啊 算了一個叫什麼 扭轉乾坤的錢啊 錢 對…就那個錢啊 所以是 剪刀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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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喔 對 那為什麼不乾脆叫 剪刀黃金就好了 剪刀黃金 對啊… 只要他們鄰居有養狗 走到巷口 就可以剪刀黃金 還可以採到黃金耶 不是那個黃金啊 對 最近黃金又長了 你說剪刀黃金 我跟你講喔 我們家附近真的有個地方 可以剪到黃金喔 真的 我帶你去看 好 來…走過來… 現在要帶大家去水風吃點心囉 好 我知道… 瑞芳的酒飯去吃蚵蚵嘛 對 到了瑞芳如果只是吃蚵蚵 那怎麼能顯出我們美食007 美味偵探的真本事呢 我們要吃的就是這道 現在在網路團購圈裡面 超夯超爆的當風炸子機 蛤 看起來好普通喔 就是肉鬆起酥麵包啊 有可能特別嗎 你不要以貌取人 什麼肉鬆起酥麵包 說到這裡沒價錢 這叫做黃金泡芙 裡面包著是滿滿的黃金 蛤 黃金 對 不是啦 我的說的黃金是 裡面包著那種金黃色的地瓜餡泥 所以叫黃金泡芙 喔 地瓜做的泡芙 喔 這裡有創意喔 好吃啊 我們會在這裡做泡芙 是因為金瓜石這邊 以前它是礦業 然後以前的礦工它都是以地瓜 然後來作為衝擊的食材 所以我們會延續這個地瓜 然後製作地瓜泡芙 這位就是我們的甜點達人 簡素麗 跟另外兩位好友 合開了這一家蛋糕店 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 當初把店開在這瑞方偏僻的山區裡 還被大家撤說是說大台 但是憑著他們出色的好手藝 做出了各式美味的點心 所以每到了週末假日 這半戶外的咖啡雅座 可說是座無虛席 單一天就可賣出五六十個蛋糕 跟一千多個泡芙 老大 你越說我越好奇了耶 這肚子裡裝滿 黃沉沉地瓜泥的黃金泡芙 究竟有什麼魔力 可以這樣擄獲人心啊 外皮還滿脆的 對 然後就是也不會太甜 一般的泡芙裡面 可能是一些牛奶類的東西 那它是地瓜 對 所以就口味比較不一樣 想要製作好吃的黃金泡芙 首先得先將奶油 鮮奶 以及水 調到美味的黃金比例 然後放到火爐上加熱溶解 等到了煮沸之後加入麵粉 並持續地用大火 把麵糰裡的水分給烤乾 為什麼要把水分烤乾啊 老闆說 因為水分太多 泡芙會打不起來 容易軟掉 所以水分收乾 就是泡芙好吃的麵化 等到了水分收乾 麵糰就可以放到機器裡攪拌 然後開始慢慢地加蛋 像打的部分 還有吃蛋的部分 有可能會影響到泡芙的膨脹 原來師傅是利用快慢速度的變化 讓雞蛋可以充分地吃到麵糰裡面去 做出來的泡芙才會蓬鬆好吃 答對了 蝴蝶你終於開竅囉 看看接下來師傅 他觀察麵糊濃稠度之後 就開始在做泡芙了 把調好的麵糊 分量適中地擠在千層酥皮上 再把酥皮的四個角包好 就可以放到烤箱烤囉 想不到泡芙吃起來容易 做起來這麼費工 等到泡芙烤好放涼 填充地瓜內餡它就OK了 媽看師傅動作熟練的 把內餡填充到泡芙裡面 並且秤重 為的就是希望把每顆泡芙都填得飽飽的 送到客人嘴巴裡也是飽飽的喔 這個超人氣的黃金泡芙 入口的感覺果然是不同方向 首先是酥脆的外皮 烤得是薑薑好 所以麵皮的香氣 馬上就充滿了整個酒吧 還有還有 最特別的是那個綿綿的地瓜內餡 因為地瓜和奶油充分的調和 乳化的效果很好喔 所以顯得特別的順口 不會像單吃地瓜泥那樣 黏黏乾乾的 外面包的皮是跟人家不太一樣 對 然後裡面的餡 冰冰的帽子 它的比較大 對 然後它的皮就是很脆 而且這裡不只有泡芙好吃喔 連蛋糕也是種類眾多 像巧克力蛋糕 白玫蛋糕 西風蛋糕 奶凍卷 哎呦 縮得我的六口水啦 對啊 我沒想到在這個毫不起眼的山區裡 竟然藏著這麼甜蜜的好味道 想想這個周休二日的時候啊 能到山裡面走走散散心 下午再到這裡來歇歇腳 喝個下午茶 多麼的浪漫啊 這麼多的點心 這這這怎麼樣蝴蝶 不如我們這個周末我們兩個就 想太多喔 泡芙我要吃 地方你自己去就好了 嗯 討厭 好啦 不去也沒關係 黃金泡芙團購宅配 還是吃得到的嘛 我自己在家吃 吃完鹹蛋糕 綠瓜泡芙 老大 接下來我們要吃點什麼喔 夏天到了 我就給大家來一點清涼的 什麼喔 老大 你不要告白你那大小啦 蝴蝶請不要想歪好嗎 我的意思是要帶大家去吃 清涼的義大利手工冰淇淋 地點就在咱們新竹火車站旁邊 據說這家冰淇淋店 在新竹地區是超行的喔 夏季一天可以熱賣上千杯的冰淇淋 而且從半年前開始啊 更紅上了網路啊 一個月團購宅配 就狂銷將近兩千桶 實在是有夠厲害的啦 因為我們的冰淇淋是手工做的嘛 所以每一天的產量有限 夏天的話我們控制 一天就只能出大概五十桶到六十桶 那冬天的話大概二十桶這樣子 這位就是義大利手工冰淇淋達人 本來他是族客的業務經理 三年前開始出來自己創業賣冰淇淋 沒想到就將西式的冰品順利的打入 只有傳統剉冰的新竹地區 就是口味還滿多的 然後而且口感很不錯還滿綿密的 如果是一般市面上的冰淇淋的話 口感比較沒那麼濃郁 那這邊的口感真的還滿濃郁的 對人家的就真的住在家裡的啦 說到重點 義大利冰淇淋強調的就是 天然低糖低質 不添加人工的添加物 不像美食冰淇淋加了大量的奶油 脂肪含量過高 所以吃多了也不會對身體造成負擔 非常符合現代人口味上的需求 那老大 究竟這麼好吃的義大利冰淇淋 是怎麼做的啊 蝴蝶啊你仔細的聽了呀 這義大利冰淇淋製作的材料很簡單 只要準備冰淇淋粉 果醬 糖 鮮奶 以及最重要的新鮮水果 就可以開始製作囉 首先將糖加入冰淇淋粉 再加入鮮奶和純水 還有新鮮的水果蝴蝶你看喔 這草莓多大顆呢 而且一次就加這麼大一盤啊 老闆真的是精粉精料啊 材料加在一起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攪拌了 沒有… 老闆你真是的 幹嘛超傢伙呢 不能有話好說嗎 好 早了半天只是攪拌器啦 老大 你可愛大隻小怪呢 對 人家沒看過那麼大隻的攪拌器嘛 好…好了 言歸正傳 趕快繼續做我們的冰淇淋 老闆在攪拌了之後呢 還加入了果醬 但這個果醬 可不是一番圖麵包的果醬喔 是從義大利進口的 為的是要增加冰淇淋的香氣 最後再將材料倒進冰淇淋機 攪拌冷卻等個十一分鐘 我們就可以吃冰淇淋囉 你看你看 這剛做好的冰淇淋 軟綿綿的 不斷地從機器口湧出來耶 對啊 老闆很精彩耶 他還喜歡把冰淇淋推得高高的一大盆 讓人好想直接把嘴巴給撲上去 噗哨的那麼咬一口 這義大利冰淇淋一入口喔 濃郁的奶香 果香 直接充滿了你的嘴巴裡面 綿 真的很綿 米 現在有夠米啦 而且老闆這個甜度 調得不多也不少 恰恰剛剛好 讓人吃多了不膩口 吃少了還想要 等等等等 這嘴巴裡面還有一點東西 這是果肉 沒錯 新鮮的果肉 有些口味你還可以吃得到堅果 不像其他的冰淇淋 含到嘴巴裡面 就化作了一灘奶水 這裡的冰淇淋吃起來 讓你嘴巴一點都不無聊 剛開始就是配料 配方方面就是調不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 也是做了很多都浪費料 就是要找到一個黃金的比例 去年夏天曾經排到兩個月 對 大概 因為一天就二三十張單子進來 開車哪有不遇到紅燈的呢 創業哪有不會碰到壁的呢 不會遇到瓶頸的呢 但是經過了老闆 他不斷的努力 做口味上的調整 終於在網路上打出了一片好口碑 成為了網路團購的熱銷商品 好吃 你再來買 會 會了 會 我感覺它吃起來比較清爽 每次來就買一桶回去 電視機前面的你 如果覺得只有眼睛吃冰淇淋 不夠看的話 下次有機會 經過新竹火車站 記得來吃吃看這個 有健康概念的 意大利手工冰淇淋 若是住在外部頭的 也可以用團購再配喔 意大利手工冰淇淋 歡迎大家來品嘗 甜點也能這樣賣 沒人比它更厲害 沒有招牌沒有店面 銷售照樣 嗨嗨嗨 錯過 你就只能 唉唉唉 唉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